那個圖都已經簽準了 那現在就是各單位在編制預算 在會展 這個是主要做什麼事情 最主要就是把十分站改善 十分站的體積 改善把月台的容量加大一倍 然後把這個整個要改建 車站沒有空 覺得古道往河邊那邊移 要月台加寬 因為放天燈的時候 最主要是容易的過程的時候放天燈 那運輪一天大概有十分 大概有好幾萬元 所以說每個運輪 月台的分析也不夠 包括平溪站也一樣 平溪站的月台是一兩秒而已 那下車的時候總共有 如果主場在平溪放天燈的時候 大概一般車有一千年要下車 月台上也幾百了 大概一千年要準備要回去了 所以造成說下車也沒辦法下 上也沒辦法下 然後車子都在那邊 三個點 金頭 然後再來零基 然後再來岩礁點 自定在十分 在十分 在那邊廣場那邊 上面有廣場 那邊有廣場 特別跟部長這樣講 因為我們的車站都是開放的車站 對 否則的話我們都會管制 不要讓它進月台 嗯 月台是我們的管制線 對 所以要趕在外面 可是因為它的特性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剛剛講清淨性 所以我們知道 把月台就是拉大是唯一的一個方式 拉大以後月台有多塊 可以到六、七年以上 六、七年嗎 好 現在值得多少 現在只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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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場次加成 那就是你最大的 可以從大的版本 謝謝 謝謝